字隔了一年,法国也挺好的 例如8间Virtual Bank为例 有很多商客都已经超过10万 有很多继续追赶的目标,希望短期内做20万 存款和贷款业务,然后有很多消费相关 甚至有些已经搞理财相关的collaborations 你怎样形容香港的Virtual Bank法典? 因为我看外国那些,人家的成熟到 有些甚至会吓得传统银行 外国那些都已经开始了很多年,例如英国 所以Virtual Bank在香港始终始于一个起步阶段 正式开业都是去年夏天,差不多现在这段时间 所以大部分Virtual Bank都是开业了一年 我自己看到客户数或用户数 我会说是一个很健康的基础 但其实还需要追赶一个成熟 因为始终的层次还未上到一个 一个可以真正去自己保持的水平 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Virtual Bank都有 有访问,将来会有什么产品 对啊,这段时间很密集 那我就不评论那边银行的建议 但我看到其实是开始热闹起来的 无论是Virtual Bank本身 或者你看到很多传统银行 其实本来的分行业就很成熟 但是现在看到Virtual Bank有这么多 Digital Banking的服务 2018年这个来自 爱心哲银行的一个消费者调查报告 就是去年年底的 就说2018年大概 香港人使用这个流动银行比例是2.4% 最新去到去年年底 都已经上到56%了 当中其实再细分 看到用一些流动银行服务 可能用手机那些 就不会走到分行的了 其实看到也有50%多 Virtual Bank 50% 自动过程机都有一定的需要 因为有些东西都不是说 只是可以用手机做到 都要用ATM机做 其实你觉得传统银行 这方面的转型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惊喜给大家 因为Virtual Bank 都在来势汹汹汹地做更多有趣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整个trend 是由这个技术 再加上这些Virtual Bank 或者Virtual Bank大起座 我们最近自从去年 正式第一间Virtual Bank开业 我们看到其他Digital Bank 其他Traditional Bank的Digital Arm 或者它的Mobile Banking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留意 它的APP 每个人都会触碰过 就放了很多新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 从消费者的角度 或者行业 本身是Industry 其中一个Pairs 我自己觉得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 因为很多时候没有竞争 就真的没有进步 所以其实大家都看到 行业发展得更快 当然行业发展得更快 接着也要 Consumer Adoption Rate高 所以我们也看到 其实真的 无论在哪个Generation也好 现在香港人用这个Digital Banking 我不是只说Virtual Bank 用这个Digital Banking 其实那个Penetration已经很高 全部都是过8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因为最初一年前 真的聊天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告诉我 有些年轻人 很敢试、很敢用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大起了 连一些开始 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都觉得可以接受到 然后你看到 可能那些40-60多岁的人 其实在这个运用方面 原来已经挺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 之前有新闻 有部分虚拟人行 其实年长的客户 其实最年长 可能80多到90多岁都有 起码他懂得怎么开户 其实也是一件事 你想想 90岁以上 他还可以用一个 然后要拍一个ID卡 来开户 然后他还可以 用一个payment function